好 请合掌 那麽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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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我们接着 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我不希望我们现在讲这些 变成太理论 我是希望说大家学到一些 至少更知道自己 未来在念佛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调整 我们昨天有谈到第二页里面有谈到成就三妹的这些定的真上缘 我们讲到第二个就是德政教授 为因赤地教授 舞蹈教授 我们昨天也谈到这个 但在这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因为它是一个词而已 但这个词最主要是怎么去理解 第一个 赤地就是因果 我们不是前面讲的 姓为欲 欲为情欲 所以它就是一个升起赤地 所以我们现在 还有一个叫舞蹈教授 我们不会有那个无因的果 或者倒因 就是变成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对念佛很有信心 但这个信心里面 我们不容易看到它更实质的理由 它就是靠信 那我们昨天不是要谈到那个信 其实是有内涵的 就对于佛法 佛法之为佛法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在学习 随个人深入多少 这叫条件因缘不已就会变了 你信跟我信 因为你所知的实质内涵不一样 所以会形成你的欲会不一样 那加上你有没有听闻 这时候你的圣洁 圣洁会对你所缘的这个境界 有没有深决定 因为你没有抉择 你没有简责 所以你那个决定不会出来 所以在我们听法当中 并不是一味靠你的信 很多人就强调信而已 我说 有人说只要有信是不是可以往生 你们觉得呢 可以 都要真信 如果你真信的正确 信可以往生 可以 一念就往生 但这一念不能被其他念干扰 其他念干扰就看谁强谁弱 所以我们的一心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坚定的信 所以如果你有坚定的信 你可以往生 但我现在还是要问 你是不是坚定 是不是坚定 所以我们才要平常要练习 而且练习不但你静下来的练习 你还要透过跟你的境界的烦恼 去检责 这才实际 所以我一直一直跟大家提 你不要修的抽象 可是你面对的老病史是很具体的 你现在的一点烦恼就可以动摇你 那老病史你就试看看 你不要太轻乎了 今天我们会把话讲成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难得大家有学佛的因缘 有念佛的因缘 可是走差的是不是也多 你说念佛只要你信就可以 我说信就可以 问题你做不到 你知道经典它有条件的 它叫自心心的 自心意思就是 整块心的 自心就是到周边了 整块圆圆的满 不自心就是还有空间 自心满了 满了就一心 也就是说 我常举例 因为现在尽量不要把佛法明相 讲到大家搞不清楚 口渴 喝水 很自心对不对 而且都不用勉强 我要好好喝水 你不用那么动感情的 你就口渴就喝水 而且是很自然 而且一点疑惑都没有 而且知道喝了就解渴 你要这么流畅 一点疑惑都没有 我常讲说有人拿着枪指着你 喝水不会解渴 因为他拿着枪 我说喝水不会解渴 可是半夜口渴的时候 自然跑进喝水 你威胁利诱我到时候自自然 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我的一个决定见 口渴就喝水 还有什么不能喝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就算什么 信广大神通跟你讲 口渴不能喝水 你会不会改变 不会 就是口渴喝水 他是这样流畅的 这叫自信 信 乐 所以我经常用现实的例子 希望大家反复用这个例子 来检查自己的念佛心 这样才实际 不然难得有一个念佛往生的阴影 就这样被自己自以为是的 那种勃感情式的念佛 而不是智跟信合的 智慧跟信合的那一份的信 所以你没有底子 你就不容易真信活法功德 所以很多人到临终 其实尤其面对到病苦 我们会不会疑惑 我觉得我都不需要把它讲得太高 疑惑正常了 所以我们临终说不要有病苦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不大 我讲实在的 求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临终求无病苦 会让你颠倒 你可以发愿祈求三宝加持 你正常的话 正常到应该怎么样 病苦就是病苦 我讲得很高对不对 但我觉得也只有这一条路 你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回避他 恐怕到最后会越回避越苦恼 你应该接受他 因为这就是苦疾苦 你接受他然后一心归命 这时候才反而比较容易远离病苦 你一开始以对身心挂碍的心求无病苦 这不叫正见 因为连圣者临终都病苦了 所以正常的话我接受 但我在接受的同时接受这个业果 也同时接受解脱的业果 我接受了轮回的因果 同时也接受了解脱的因果 所以我更加乐意怎么样 一心归命 这时候反而容易让你远离病苦 但我希望你不要说 那我这样我就不能远离病苦 你最后还是在求这个 你绕来绕去更远挂碍在这里 我只能讲说凡夫本来就难 但我们还是不要点清楚 它核心的关键影响处在这里 我们如果早点练习 并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困难 因为我们过去的路径堂走遍 所以像这样的讲法是不是相对少 是啊 因为我们大概过去比较少谈这个 但其实这是佛法 这元起的道理在这里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 佛法的因果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三宝的功德 这时候你就真信三宝功德 所以你不会怀疑 我应该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就担心临终不能往生 就担心 这个担心 其实是因为我们信不过 对佛法不了解才担心 当你信得过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担心 而这个信 却也不是纯粹感性 这个信是完全如是因如是果的 这样讲或许很多人不容易懂 但假如有机会 大家愿意探讨 可以再跟你们讲细一点 他就是这样的因果 所以到最后他 我常讲的 你不要管佛菩萨那一边 你只要管好你这一边 因为他那一边都没问题 佛法会不会来接引 我说你一直管我干嘛 我就在你门口 现在问题门不打开 我怎么解决你 你说要往生脚都练在说婆 你处理你的问题好不好 我这一块你就不要 你相信佛 佛的慈悲是大慈大悲 你就不要担心 我只怕你不来而已 不学的都接了 何况你这个学的 这里面每一个 还有信有能 昨天我们讲 其实这里面对因因果果 从佛法的本质 三宝的功德 到最后你知道 我只要依着法 我一定能解脱 这就是信 佛法有解脱的法 会成就这些功德 这叫信 信有能 信有能 信实有 这个信有实有 这个法的法则 一切佛法的那种四地道理 依四地道理产生三宝功德 而且信有能 只要依着佛所说的法 必能成就 我也可以 你知道 你念佛的时候 到最后你会不会往生 你会有一种信心 只要我如实做 一定往生 就得了 这个就不是靠皮肤之勇 这是靠 证件 这是靠证件 我为什么会往生 我就这样 你真的相信喝水会解渴 相信 你凭什么 我讲不完 反正我就相信 因为我就常这么喝的 从小就喝到这里 就喝这样的 是不是 你就算没有亲自 喝水是你喝过的 但我们有些道理 我们有些没有碰过 可是因为它道理是 如是因 如是果 这么去 这么回来 所以佛法的道理 之所以可以让你信受信 因为它是这般的重视因果缘起的道理 所以它不是谁去造作 这是有佛无佛法阿如是的道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 你了解这个道理 对你建立整个佛法的信心 是有很大帮助的 你不要一口气就把它遮掉 也不要遮别人去闻法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闻法 不要闻着一大堆的名相 弄到最后就越弄越混乱 所以这里面次第教授 舞蹈教授 其实就是缘起 就是缘起 所以我们在整个学佛当中 它为什么是一个定的真上缘 因为你注意 自信信乐 始终都是一个核心处 就是信跟乐是连在一块 那怎么样让信跟乐成为自信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信心十足 所以我前一路让跟他讲就是说 你这个信心不能光靠感性 你这个信心最好是有磨过来的 因为你活在现实世间 所以你的智慧必须 透过现实世间呈现出来 你一直坐在普团上用响的那个不行 你必须坐下来想往生 到迪士奈乐园玩的时候也想往生 乃至你身重病的时候也想往生 所有事尽一切尽 就算你偶尔贪爱 你心里都有数 就好像你出国旅游 好好玩啊好好玩 那你就留在这里不要 就这么笃定 你怎么还在玩 我玩不鞋吗 就比如说如果你们到迪士奈乐园 玩得很高兴 那你就留在这里不要 不然你跟小孩子 你带小孩到迪士奈乐园 他一定玩得很高兴 你说那你留在这里 他一定说不要 你不是那么喜欢 我说不出来 喜欢归喜欢 回家归回家 我们就算没有一心不乱 表面的一心不乱 那一份对家的爱拙却是决定的 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因为这是透过不断反护抉择 出来的真实功夫 所以要在你念佛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的念佛是顺畅的 不是一直声音灌压的 整个是守着的 好珍惜 怕掉的那个火号 或者如果你用压的那个爱 那个欲没有 善法欲没有 所以你那个压 压一次可以 那碰到劲底不怪 因为它是压的 但如果你念佛是用什么 欲的话 善法欲的话 那就不用压 那个就是念完停了 就想要再去念 有空没空就会想念 这样 不是念一念 有空没空想休息 这个就倒过来了 应该是休息的时候就想念 这样就对了 因为它是欲 所以我说你功夫有没有 问你自己 所以我在前一次的活时是一直在强调 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前面也讲了 我们在念佛当中 其实每一个念头的起来都是抉择 都是你 我们不是内住 等住 就是久住心 我们是从外把它拉回来 那表示你本来心是攀岩外的 那我们拉回来是不是在抉择 你如果心攀岩外 而对内的好要不强的时候 这个就拉扯得够强了 如果你平常就多厌离外头 而对佛法的发心却很真实信受 这时候拉扯就轻了 一拉就进来了 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 像我本来就不喜欢去玩 所以现在叫我不出去玩 那刚好满我的愿 那我如果很喜欢玩 现在叫我不要玩 就算拉回来 还是屡屡回头望如也的 一直往外看 那种勉强没意思 所以你从你自己念佛当中 你就必须要注意看 你的心随时被什么劲拉出来 这表示其实在每一个拉出去 都是一种抉择 都是抉择 也表示说 你的对往生的意乐心 其实还没那么强 我讲实话 就是讲白就这样 很多人在讲一些东西 我说 其实你的身心 你所有一切 其实就在告诉我 你是怎么样的 好 我上次不是讲说 当我觉得我的心很坚定 那怎么办 利用禅定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他已经不知道 有的人真的念佛念到 世间的明文立养 他不要了 但你不要以为你亲近 这个世间好人就可以做到了 你不要把道人的标准 拉那么低的跟世间好人再比 所以有些世间好人 所以有些世间好人他其实就很亲近 他不要这些 所以世间的这种起起伏伏得失 他也不在乎了 那你觉得你这样就是不是自信 一心不乱 试看看 所以我们才要大家用禅定试试看看 第一个禅定 我们用了我们的文师 来建议加强我们的信乐力 那我们必须用禅定来什么 抵触我们的烦恼 因为禅定要禅定的话 一定会有 某些烦恼要降伏 如果是出禅的话 就要一切烦恼要降伏 无一无盖 所以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 发觉你好像心已经决定了 怎么那么信心那么强 怎么禅定修不来 简单来讲 我们白一点就是有烦恼 你就不要 死亚的嘴巴了 这个国瑜怎么讲 死鸭子 什么 嘴巴印 反正就是印在那里 强词夺利 印在那里辩论 其实你不能定 就是有干扰 除了有其他病因缘 或者的话 你不能定就是有干扰 假如你把往生当作 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你好好检视自己 除了平常的散乱的 动中的念火之余 你还要利用动 定中来检查你的心 到底能不能专心 因为凡事你不能一心 表示你中间 你不能源于静不断持续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定 你对所观静所缘的静 你其实是没有一直安住 而且我们不是前面讲还要怎么样 无罪四月相应 所以一般来讲 我常讲就是念火应该念到最后 你如果得不到喜 你那个定就不容易生了 那去绝之就是许绝之 清安定 你念火就是这样谈的 在毗坦里面就这样谈 所以念不出喜来 你这个念火有点问题 你可以念得身体辛苦累 但心要慢慢喜悦 因为如果你念火念到会喜悦 你要离定就不远 对不对 与如来所 生水喜心 其实阿罕经就这么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更 其实我这样讲 你不要以为那很复杂 不是你只要照规矩 其实不是你想那么难 像我们现在有的人 那个死心踏地的一直念火 如果他方法稍微调一下 他早就一心不乱了 我看 只是他一直就是有的有 没有的还是没有 不要可惜了 不要可惜 以他这样的精进要修 并不是想象那么难 所以我们在定里面 修禅定的时候 可以减证我们的 抉择力的情不清静 因为你为什么不容易定 你的心为什么经常漂浮 表示你其实在面对 每一个静的抉择里面 其实轻易就被静拉出去 表示你的那种 好要之心并不够强 你的厌离心不够清静 所以你的烦恼会在 会障碍禅定 你说我们其实 只要一心不乱就可以 一念往生 十念往生 我都相信 但我不知道你到时候 是不是真的一念还是十念 你不能去赌 那最后 我希望你是十足的把握 所以你标准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去检查 好 所以当我们这个赤地教授 舞蹈教授的时候 那个我们修禅定的缘起就是 你看他这里讲 发起勇猛精进而住无间 因为我的路认清楚方法赤地 这时候感应就会开始一点一点上来 因为就是这样因这样果嘛 我们变成东跳西跳 那个因缘就聚不来 如果你方法对的话 那个感应就会逐步 我们为什么感应一定会来 想不感应都难 为什么 就如是因如是果的 有些感应随个人因缘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素质障碍也不大一样 讲说我的善法欲 每个人善法欲也不一样 但就你个人来讲 如果你走对路 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是在进步的 你不要跟人家比 有的人做得很庄严 是因为他懒得懂并不是很庄严 大家想懂想心 我不是讲说有两个研究生 就打坐的时候 他们坐到第一天第二天就想溜了 那可是见到他的同学 在对面坐得很好 他只好忍耐 所以经过七天以后 他就跟同学讲 同学你好厉害 我第一天第二天就想溜 你都一直坐下去 他说才不是 我也第一天第二天就想溜 可是我看你都做得很好 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 对方一睁开 刚好那个闭上眼睛 这个一睁开 那个要闭上眼睛 所以两个每次都碰不到 要是眼光交会 这下两个就出去了 结果活菩萨就说 等一下你先不要开 开了 好 你关起来 换你开 就这样熬熬熬 熬到四天五天的时候 越修越顺手 就不会想离开了 没想到护法神还负责遮眼睛的 所以他们两个都做得很好 其实两个都很想溜 很多人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有的人其实刚开始休息 很多是面子问题的 有啊 什么都有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就熬过来就对了 所以这个常为菩提分 精情方便休息而住 就是他能顺向三十七道品 那我们不要把三十七道品 弄到很复杂 其实 现在是没机会 其实你要知道 当你对佛法的正见义友 其实一透就透到很多分去了 我们现在同时可以怎么样 因为你了解 清除因果 是不是同时会正与正业正命 是不是容易正思维 是不是容易正念 其实他一口气 因为法 菩提分法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有时候 哎呦 三十七 那是数到哪熟 不不不 你不要担心 其实是你没搞懂 或者那个菩提分法 本身是互相连在一块的 我们讲界定会 其实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当你守住一个东西 你发觉 其实它是连着的 而且法法一直增上 所以往往是 我们不好好弄清楚 只是一块一块冥箱 弄得自己好怕 哎呦 学那么多 我一个名号就好 其实即便名号也有它的意义 有那么难吗 拨个时间 反正你都已经懈怠那么久 哎呀 拜托了 拨一两天好不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每天才一个小时 我们讲完十三个小时 其实你如果高兴的话 一天就听完了 是不是 有那么难吗 懒惰找理由 好 因为这样的正教授 所以可以让你得到心意尽性的助援 所以我们注意很多 再一块 树式串习者 位于树式临近身中 于诸敬力及诸等质 也是禅定的一种词 树以正入 由此因此原得心意尽性 这是树式串习的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我们在讲那个家型 九种家型的时候 就有谈到 不凡家型 串习家型 有的是树式 所以这种人很快 包括修行 他也不需要特别苦 就验礼了 我们都已经很苦了 还不会验礼 那有的人还在热他 就能验礼 因为树式善根 有人稍微腿一盘 但要录定了 我们一腿一盘睡着了 都是定 差很多 一个不会打寒 一个会打寒的 但也不一样 但我们树式怎么样不晓得 但今生的串习可以帮助你 所以我刚才要上来还在想 跟一位法师在我们常住在谈 我们现在团体 大部分都是集合修 其实我一直希望 创造个人修的空间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 绝对团体修是培养 真正专精修是个人 所以就在规划 如何在个人 个人更多的空间练习 或者的话 照我们现在这样的修法 很难 我说实在的 很难 我们只能维持到一个程度 再上就不行 因为干扰太多 就像说 鼠息鼠可以帮助你去除散乱 但要往下走 那个树你就要丢掉了 磁名是帮助你射行 可以 但真正要专注的时候 声音还是会停掉 因为声音本身 你注意 声音本身是照动向的 声音要出来要动多少信念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声音 以至于身心慢慢调柔的时候 慢慢往意念火下手 或者声音要起来 你知道内心要动多少吗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一直在利用声音 声音很重要 但试着把拐杖拿掉 因为你最后走那一条路 其实没声音的 因为你的声音 你的眼耳鼻舌 随你的身体在衰败的时候 很多力量是提不来的 可是那时候你的心是热切的 求生意愿是强的 所以不影响 好 我们接着看了 再过来就句组多闻者 为多闻文词奇闻积极 急于笔法处独处 空闲思维 酬量审地观察 有此因缘 有此因此缘 得心意尽性 前面不是审地听闻吗 那审地听闻是一个因缘 再过来审地听闻却常有 常有到最后就像一个方向 我常讲就是有人引导直接 如果你个人 像如果我有多方面的资讯 是不是我就比较不会迷失 我这个不懂 但我别的地方可以帮助我 就像经典 这一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不懂的人就会乱解释 那懂的人 虽然这句话还不懂 但不会解释到那个太离谱的答案 为什么 依你对其他经典的了解 这句话如果解释成这一边根本不合理 是不是 依这个道理 依经典其他道理 这一句话解释大概最多假设 最多两种三种 不会像那乱讲一通 那根本是天马行公 而且没有道理的 你为什么会防止掉 因为你有其他多文的条件 所以一个人在知见上的培养 像如果我们对经典的解读 越多的时候 基本上对经典的解读 就会越来越精准 比如说你专修中观 有时候你不一定很圆满 当然你要是智慧通大也不影响 学维士 学很多东西 如果光一面比较偏向 偏一边 所以解读经常放在那一个框框里面 缺少简责的条件 所以你的判断经常会拼一边 那包括我们学伙的人出家 如果很早就出家 解读东西习惯用活门的角度 因为他缺少世间法的经验 所以他的疲愈疲不出来 他讲中阴 欲 欲只好在活门找 因为他很少 他也不关心外面的 够敏锐的人是不影响 如果本身不敏锐 缺少 我不是鼓励大家 有空没空去那个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缺少细腻的观察 他有时候讲出有点 我闽南话讲 吃米不知道米给 就吃米不知道米家 太离谱 所以他观察不到 所以一个要修学他其实要很多 但问题多是不是杂 其实这个硬用之妙存乎一心 但我们这样佛法讲的多文节 不是知识的广播 其实是佛法正见的积极之量 你看他讲的就是说 多文文词奇文积极 这是一个真相 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这会回来会回什么 当我们要自信信乐的时候 是不是信乐的底子 是在多文当中就必须要积极 不然你信不下 乐不来 所以你的信如果是很实在 而且是就像佛法讲 忠 音 欲 他拿现实做批育的时候 你那个建立的认知是不是强 这时候你的信是不是更坚固 这时候你所起的那个禅定的 所知识同分影像 是不是就更具体 或者我们修起来会很笼统的 对 我不是讲说 我们现在要想某一个人 想不来 但我如果开始给你这个人的一些资料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建构他的影像出来 是啊 当他影像具体的时候 你心要援助他是不是就比较有利 其实这就是因果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之前我们不是常讲说 有人念火念到有口无心 大家也知道 那我们现在是有口有心 但是猛干的心 念到很累 那一天可以两天可以 长久以后继续干 可是内心其实有心疲累不堪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的人是继续的 但我知道有的人想溜了 为什么 身心劳累 他没办法得清安 他是靠一股劲在干 但如果光这样的话 不会太久 因为他会累 你这样的舞会念火 你到八十岁的时候 舞会念火 你的假牙就会飞出来 咱咱咱咱 鸡人没气 我们大概就心里有数了 我讲的不是开玩笑 我讲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你能用得上的 在某些初学 他这份力道对我们帮助很大 但你如果每天十个小时 五个小时要这样干 其实我觉得 你当要给别人这种功课的时候 你问一问你自己到底意不意乐 千万不要 就是媳妇熬成婆之后 继续虐待下一个媳妇 不要这样 因为这个硬念的话疲累 你应该得到技巧 从这份功夫形成串息到最后 开始清安喜乐 这时候想要让你放弃你都不会了 为什么 那个味道出来 是越来越清安 它的初纵向会减低的 但如果你只靠那股劲的话 你的身心是劳动的 劳动的话它就不容易久 不容易久以后 一旦得不到味道会生艳离心 这个就不是艳离说婆 就艳离这个法 因为这个我其实异道很多 所以他就生艳离了 所以有些初学你让他多唱 但一些老学你就不能一直让他唱 要看人 老学不用多唱 老人也不能多唱 因为实在是没气 像我那时候躺着 你叫我念 你就知道念一下那个没气了 像我们现在如果一天以前比较可以 现在如果一整天那个气就相对不行 气一落就开始渴了 气落因为他在排的能力就差了 就开始要渴了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这种年纪 但是慢慢的话就不行 所以我才讲说 这种很很重视 是四项的是对一个初学来讲是很必要 但你必须要在这段时间慢慢练精华 练成精华 就是我不是在其他课讲到 你现在年轻 假设你能入定 用十个条件入定 那你必须要练到怎么样 可能就利用一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定 因为你临终 那个十个条件会少掉好多 你如果三十岁用十个条件 因为你体力好没生病 所以你能修得非常好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那个十个条件大概剩下就两三个而已 你要等十不可能 你已经老了 所以你应该在十的时候 就练到剩下一两个就可以 稍微念头一起就专注下来 所以即便你病苦的时候也能专注下来 趁早练习 而且一开始练习 要把你未来要面临的问题先磨练一下 所以我之前才跟大家讲说 现在练得怎么样 假如现在阿弥陀来 我当下就放下 你不能讲说 阿弥陀等一下我打个电话一下 等下打一下 不然打一下也可以 那我留个话总可以吧 你这样弄的话 其实我说随时都可以检验你 所以说我们的心是从头到尾 早已做好很明确的决定 很明确的决定 所以之前我不是讲一个吗 我问你就是说 现在如果阿弥陀佛来 你会不会跟着走 会不会 都阿弥陀佛来 都阿弥陀佛来 会吗 会不会 反正他还没来 他还没来我也不知道 但如果你现在突然发生重大的 那个事故 阿弥陀佛来 你要不要走 刚才讲是火出现嘛 那现在没火出现呢 其实我要讲的 靠火出现这是住缘 其实在我的想法就是随时就是去 我不过是了这个业而已 即便是发生病故都是佛说法 这个心早就要建立了 不要就这样想 反正你一定要掌握这个因缘 早走晚走都是夜缘 现在不是时间长短 现在是走得恰不恰当 你说要差几年 我看你不要计较那么多 你已经轮回够长了 你就不要计较那几年 你干嘛计较那一点点时间 你那么计较我怎么可以提早减刑 人家他无期徒刑呢 我怎么只有判十年 你会有这种人吗 我就这个有病才会这样 可是一般人众生不容易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说你必须很误实地去想 我们随时就要做这种准备 我不是一直经常举我的例子 我们早就有练习 但我其实在怎么练习都他4000 H1N1都没有4000 打电话跟我通知他要来 我其实都已经在练习 我常练习自己躺下来戴个西瓜帽 我的旁边插着那个招魂帆 早就练过了 可是和实际来 你连打招连准备都没有 一口气就不省人事了 即便我还算傻头勒 那个氧气罩带着我还在拍照拍照 比完了以后就不省人事了 因为觉得这辈子没带过那一个大气球 你觉得相片还有 我觉得我还做好准备 我第一次我还不知道我病多种 但我进入医院的就开始交代医者 我不知道我病多种 那时候也不知道 我没住过医院 但我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 进去就没出来 所以多少还有一点点工夫 就是进去就开始交代 我不知道 所以类似这样其实是过去练习来的 但我们还要面对更实际 因为实际跟你当初练习的不大一样 所以到最后你会招架无力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靠那种想得很周全的 你要让你的所有条件越来越减少 就是我独一发现不靠其他重援就可以掌握自己 要练这个 要看了 好 那我们接着继续下去 这个就是成就三昧之加行 这个里面也是每个段落都很重要 这里面就是我们要成就三昧 这个定念活要有一些步骤 这就是累积他的因缘 但是有九种加行 一相应加行 二串习加行 三舞蹈加行 四不缓加行 五应时加行 六节了加行 七无厌处加行 八不舍恶加行 九正加行 这些都该知道的 我们以前都不大知道 对不对 所以有点不大卫生 不大卫生就是乱吃 没那么难 你听完就知道了 但你开始把它当作戒律 你开始做好准备 所以我要讲说 其实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只要我逐步逐步具足 并不那么难 因为有些你们早就有了 所以只要你有心规划 假如说 我现在从平常我的生活 应该怎么调试 如何减少一些干扰 那我开始多练习 比如说我准备去爬百岳 对不对 那我先从石头山爬起 因为这个小岳 这不叫岳嘛 这个那么小 但你如果这里爬都很喘 那百岳怎么摆啊 对不对 你从这种小地方开始爬起 有机会开始练习 也就是说你的路 把你所学的贯穿成一条回家的路 要有这样的企图 那你就开始安排 那如果再加的就是说 我到几岁的时候 当然事事无常 不过可以的话 你说到哪时候 哪些事情慢慢减少 你自己要心里有书 你不要 人家说老来借之再得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还是有拥有 拥有 那你拥有到最后 你都摆脱不了 所以很多都就是 站在这个整个佛法的认知底下 你开始对自己的修学有点规划 有的人说我退休以后怎么办 退休以后 哇这个退休太好了 很多人退休都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来讲 退休就是什么 我责任已了 再过来就是为自己活的时候 我有权利的 为家庭 为社会 为国家 我已经该付出的 当我要退休的时候 就表示我这份交代已经过了 再过来 我要为我自己的日子好好的活 是不是 所以早就规划好了 所以退休不是等死 退休刚好是活回自己 那尤其是活弟子 哇这下更如鱼得水 但有的人就是 都规划别的 都规划别的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慌慌张张的 这就从这里慢慢学来 把道理贯穿成你自己的修行的路 好我们开始看 由此九种白品所设加行固 能令其心肃己得定 令三魔地转更胜进 有这个条件 这个叫因言俱足 少善根福德因缘 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 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 好 不要光只是念 要有条件的 而且要懂得你要知道 你要初 你是要往生净土 你不是升天的念佛法 你是要求生净土的 要有相对的因果 所以你要好把经典讲好的 发菩提心 这时候的念佛不一样的 缘起不同 又由此故 于所应住地 及谁所应得 数及能往能得 无有其此 就是说 当我的身心调到很纯熟的时候 我随我的心想住哪里 往哪里 我的心就去没有流难的地方 换句话就是说 我现在 我们比如说 在忙家务 这个先生孩子回来 只好准备晚餐 可是连续剧正在演 一交代煮好 拿到餐桌 先生该吃的 你们去吃 我毫无流难 就往电视机一坐 看得很清楚 你看 都不用加醒 不用温热 一到电视机面前 以下马上入侵 因为他在炒菜的时候 其实跟平常炒的不大一样 因为正在演 所以炒帅一点 也不差这一餐 因为最后 剧终的最后一集 甚至去买那个温热的就可以 你知道微波炉 热一热他们一起吃 大不了明天请客补回来 那这个你看 他随时就马上 无有机词 一口气就响饮 为什么 太窜息了 都已经看了一百多集的 不窜息才怪 最后一集 当然是集所有力量 突破万难 一定要去看 对不对 当然我们比较没有这种情形 但修行人修到强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的心已经存熟 存熟到 谁他想 入定就入定 注定就注定 出定就注定 所以念火的时候轻易 这个很熟 熟到怎么样 疾病病苦 稍微收射身心 就能念火 比较不会被外境干扰 因为他很纯熟 是不是要练这个 所以外面的东西越来越不干扰 所以这个功夫其实可以练习的 不要以为难 你只要多照着步骤来 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 这中间有些我就列掉了 因为太长 云和名为相应加行 为若贪行者 因以不敬安住其心 若称行者 因以慈名安住其心 点点 就是说 因谁所乐 攀缘一敬安住其心 勤修加行 就是你要选对 选对哪个方法是何 这一个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不要急着决定 但要努力找适合的法门 我们现在念火是不是有慈名 也有观相 观相有很多种 我们前面讲的 观无量受法 是为列要法的 还有更简单就观摆好而已 观摆好 之前我讲过观摆好 就这样而已 那随个人的因缘 取其你能安住的 光念火法门就有很多 有人是观想 那能力够的可以观十项 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么不容易 但不是想那个无下手术 不是你想的 因为你不了解什么叫十项意 才会出这种问题 那其他法门 所以我们这里目前来讲 比较没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选择的净土法门 但其实净土法门 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有的人阴生他不擅长 他喜欢像 所以不要不懂 不要不懂随便遮人家 一个名号能不能具足一切法门 可以这个绝对没问题 但不是每个人就一个味道 不是每个人这样 或者火不会说那么多法 所以我们后面会有谈到这个道理 所以你不用急 你试看看 你试看看 因为这一条路 如果你能对他升起相应的话 那你的功夫就会事半功倍 那你如果选择一个跟你经常很汉格的这种方法 你会很辛苦的 是不是 类似 所以你要找什么 相应家庭 就是选择适合的 那有的人是选择这个为主其他为福 刚开始 因为一口气单靠一个法门修不来 所以他就会选择一个为主 那因为自己某方面的习性重 他就会辅修其他的 主修然后辅修 会有的用这种方法 但他纯熟的时候 他慢慢就集合在一个 甚至有的如果到很纯熟的时候 他修其他的都会会在一块 即便他修其他的法门 他也不会影响 因为本来就法法相应法法相依的 看个人 但在我们初学的时候 可以先有辅 然后开始专注 如果你觉得 你要一口气专注 可以 那你就 总之你要很务实 你试嘛 你修嘛 不断还行嘛 那找人指导嘛 看那个药灵差在哪里嘛 所以你在修的过程 随时要谨记你出什么问题 不是这么大问题啊 就是你的心境 因为这样才能调啊 这个到看中医也要问啊 你怎么样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啦 不知道 这一块就没了 因为他只会说不舒服 那问就没了 那望可以望 那问呢 问不来了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真正的佛法教学 不是上对下这样 其实他是不断在问答的 你看火头的奖金 都不是在问答不是吗 是啊 你看须菩提 金刚金不是一直问答 绝对不是火戴着眼镜 今天打开金刚金 我们讲到第几页开始 不是这样的喔 好我们再看 就是因谁所乐 所乐 你看是不是跟前面有相关 你乐不下来你心就安住不了 你就安住不了 好所以应该要这样抉择一下 再过来 云何名为窜息佳行 为以生谋他彼婆生呢 就只跟官 以成所习乃至少分 非以一切皆出修业 就是有的人即使已经练习过了 但如果出修业他说 所以则何 出修业则 因于 虽以相应所言境界 也勤修佳行 而有诸盖硕硕 现行身心出众 由是因言不能令心肃疾得定 初学的很难啊 所以初学的你就认了吧 不要急 我们怎么修得很乱 这就是表示药正在起作用 就是你本来就是乱了 一开始就是这样了 讲这个百废待举 资源不够 这也缺 那也缺 所以修起来很苦 所以为什么初修的时候 不会一下子给太强 因为他会挫折他的心 稍微放宽 让他长点点头 要这样 你不要一下子就讲得很高啊 我们现在每天念个十二小时 他念完以后 刚好最近刚好 刚才line过来说家里有事 隔天就跑掉了 因为十二小时受不了 他 没办法看人啊 是不是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稍微打坐长一点 刚开始修的人就不知道 子敬下来 师傅 子敬下来干嘛 那我就问你们当初子敬虽然很短 可是你们子敬干嘛 很多人就很多地方 打活气子敬都很短 因为他们有的人子敬下来不知道要干嘛 子敬下来可多事情要做的啊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就靠声音 所以你子敬下来就不知道干嘛了 那就初学者 因为习惯用这个方法 所以突然拿掉这个方法 就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们要练的是一个更实实的抉择智慧 即便处在顺境可爱境当中 也能生厌理 好 注意看 所以你要常窜息 所以你必须要 初修业则 他你看 虽以相应所言 境界也相应 就是表示你选对了 可是还不行 你说那我是不是选错 不是你现在的问题是 没加 没不断 就是没有窜息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说 经典讲未窜息的时候会苦 但这个苦不是真苦 只是未窜息 所以你只要熬过就好 所以像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轻易 因为不了解 在修行的一些挫折当中就褪死到心 有时候你正在苦恼的时候 刚好是一种感应的开始 你这些现象 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修得很苦恼 其实我不是讲过 我其实知道他做不来 但我为什么要求 因为我不让他标准降低 表面上是要求 内心其实是赞叹 为什么 他已经做到了 以他现在的条件做到 那为什么还要求 因为如果一放松他会停在那里 一口气慢慢勉强 让他受点苦 熬过去就是他的 但有的人就烂慈悲 苦一下就停了 苦一下停了 就是钻木齐火 哎呀好热就放手 我想知道 就整个木头里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 没有找过 因为每次要找的时候就放手了 太烫 那好像我们这个细皮认中 一戳到只有皮 扒一层其他也没动 所以你一开始要练 练到非常純熟一口去找 所以这个过程要练 对不对 所以未窜息的时候吃苦的 等你窜息就好 所以你看即便你很努力 他都不一定成就 为什么 朱盖朔朔现行 就是烦恼一直起来 好那现在应该怎么样 认识他咯 借着烦恼认识他咯 就是我知道他又来了 来了 就是我这样批语 流氓来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打输他 但我高兴在他眼前亏个两拳 反正也打不到 但我就是至少表达一下 我不是顺从你的 结果就被人家打趴了 但我这种对抗的心始终都在 所以每次来我都准备失败 但我也准备一次比一次强一点 知道吧 我不会说妄想我一口气把它打倒 我知道其实距离太远 但却有那一份心 我即便输了我都认 打算 逐步逐步赢他 这个我不是挤一个经典吗 有一个人被魔抓到 魔要抓他他就拿右手捶他 结果右手就被他黏住了 黏住了他左手再捶又黏住了 他用右脚踢又黏住了 左脚踢也黏住了 到最后魔说都黏住你还想怎么样 他用头踢顶 黏住了 他说那你都黏住你还怎么样 他说我永远不会放弃 魔说这样扯下去没完没了 说好放你走 即便四肢都黏住 头都黏住被魔黏住 他还是愿意跟他抗恨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本质的烦恼在 在念活当中不要寻求简便 应该这个过程当中 如实观察 到底是哪里让你不能一心不乱 这才叫如实修学 不是一味的就是不要理他 一直念 问题还是问题 是不是 所以念的时候很用心 离开的时候苦恼都一样 对家里该爱走的爱走 该烦恼的烦恼 什么东西都没改变 不以引以为戒 所以说平常的身心管理 修行到最后 像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十四天晚了 照理讲你应该有个心得 你经常败在哪里 是吧 我经常念到一半想到蛋糕 就想到的时候等我结束 我一定把它吃到腻为止 当然我不是这样 但我的意思至少说 哎呀原来我的饮食欲一直在 我无形中是在这种满足当中 以为没烦恼 其实我是有贪着的 所以包括我在念火的时候 经常会挂爱家人 原来我的眷属寻师那么强 所以平常 平常我应该多思维 你平常多思维 到时候这个禁在你修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干扰 所以不要白白起烦恼 我们现在我常看到很多人修行 不断在反复啊 就下不了决心 包括我们问一下自己 其实每一个下决心 其实都是往生之良 我认为 如果积极的人应该是看着自己 因为那个烦恼本身是结构整个身心的 所以当你面对你经常会 因为某种尽其烦恼 会把其他的善法遮住的时候 你应该更积极主动对峙他 那这个绝对是 因为你往生的心还是这块心 所以你 及早面对自己的烦恼 减少你往生障碍 所以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 我对于佛法的身心信乐 那我看到我的贪起来的时候 我以惭愧心消化它 然后以念佛心把它带进去 每一个念佛念都在对峙烦恼 都在度化众神 任你起来 断也断不完 其实也不是一个一个断 当你的智慧力强的时候 断烦恼的速度是更快的 所以你应该勇于在这种境界当中 每一个佛号念的有力 让你的佛号能度无掉你的烦恼 所以你这个佛号必须有力 必须有内涵 这时候整个佛号在念的时候 所以我才 我们在打咒的时候跟他讲 你必须要很喜欢这一块 这个佛号 因为它念念当中 都在转化你的身心 所以你不要勉强 而是善加守护 难得拥有这个宝 所以因为你对这个佛号 所代表的意义很清楚的时候 它就具有这种收射你烦恼的力量 身心无常却形成我之 身心无常却以善罚 对吧 转染成精 就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到此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活道 阿弥陀